请听哈佛管理学 在这里我们希望用轻松无负担的方式 与你分享最新管理心知 打造属于你的哈佛DNA 我是节目主持人杨玛丽 那么我们本周的主要分享的主题呢 是人脉连结力 那么主要分享的作者呢 是Rob Cross的《罗伯·克罗斯》 一系列有关于这个 他在人脉这个系列的文章 那么Rob Cross呢 是在美国波斯顿郊区 一个非常有名的 专门在教创新创业的学校 叫Bebson College Bebson学院的讲座教授 那他研究人脉学呢 超过二十几年 跟超过三百多个组织合作 研究组织内的人脉网络 并且访问了数千名的工作者 包括从最基层 一直到最高阶的领导人 来分析说 有效的人脉的具体的方法 应该怎么经营 那么我今天呢 要持续昨天来分享 他的这个人脉铺出发达 制度的下半部 他的一些论点 那么昨天呢 我主要分享说 你要经营人脉 必须要避免六大 人格的陷阱 或者是你的 经理人的陷阱 你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请你去回听 礼拜三的内容 那么今天呢 我就要来分享说 这个成功人士的人脉 必须好的人脉 到底应该具备什么特质 来跟各位做分享 那么许多人呢 会误以为说 人脉网络是越多越好 这个必须要澄清 就是说 你当然一定要人脉 但是不是越多就越好 你跟人的交情 到底深不深 或者这些人 到底对你的帮助 大不大 效益大不大 这有些人疲于奔命 在参加应酬啊 参加活动啊 到处换名片啊 可是到最后换来名片 你也没有去 在事后的经营 在分析 在比如说归类 然后有效率的经营 那到最后都是一场空 所以不是你认识的人 越多就越好 而是你认识的人 是不是够核心 够关键 在重要时刻 可以帮你忙 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Rob Cross就分析了 说一个成功的专业人士 他应该要具备的 好的人脉 大概具备什么样的特质 那么根据这个 他的研究 就是有六种人 六种特质的人 是一个成功的专业人士 应该要具备的人脉的网络 必须要这六种人 组合起来 第一种人呢 就是说 他是很可以提供你资讯 新的资讯 以及新的专业知识的人 就是你的交友的对象 你的人脉的网络 是不是有人 可以打一通电话起来 他对某一些领域 是具备专业知识 跟专场 可以当做你的wise man 可以请教的对象 他了解最新的产业趋势 或者是他是具备 专业知识的人 你必须要这种朋友 你不要认识的朋友 一头都是酒肉朋友 就是我们常讲 你不要都是酒肉朋友 只有吃喝玩乐的朋友 这样是不行的 当然我在礼拜二的节目 也有提到说 你也是要这些 可以陪你一起存吃饭 不一定有利害关系的人 你也是要有 因为这是跟身心灵的健全有关 但是你不能只有这一类的朋友 所以第一个 也可以提供你新资讯 跟专业知识的人 你一定要有 第二就是说 你要有权威人士的朋友 就是他是实质掌权者 所以有的时候 你需要完成一些事情 必须要有人可以拍板 所以你外面的人脉 必须要有 你在你的专业领域 是具备实质掌权者 他可以应用他的影响力 来帮助你达成一些事情 当然你不能刁难别人 就是为难人家 让人家去关缩等等 而是说 我们正确地用人脉 你的人脉 是不是也有一些权威人士 可以帮助你在重要的时候 临门一脚 这是第二个 你必须要有的人脉网络 第三个是可以激励 你自己进步的人 就是说 你要交往一些朋友 他从事在往前走 往前看 他总是在接受最新的知识 所以他是可以 你跟他多交往 你是可以激励你自己进步的人 所以以上三种关系 你去想 你的朋友群当中 有没有这些对象 所以这三种人 是可以帮助你 绩效实质 有帮助的 那么接下来 有三种类型的人 是可以让你的生活 跟工作满意度增加的人 你也必须要有这种朋友 第一个就是说 能够提供你资源的人 也就是很温暖的人 我们这几年很流行暖男 就是温暖的人 就是你碰到困难 你碰到挫着 你是可以找他聊一聊的 可以给你一点智商的 可以给你一点打气的 这样的朋友 你也要有 所以这一种就不是那么功利导向 而是比较属于身心灵导向 第二个就是很会鼓励人的人 总是让你感觉自己很棒的人 就是他会增加你自己价值感的人 所以你也要这种 这种人通常就是比较正向 比较积极 所以他也会比较用正面来看事情 所以当你被 有时候会有一些挫折的人 你去找他们 他可能会给你肯定 他可能会给你鼓励 所以你也是需要这种 可以让你增加个人价值感的人 最后就是我刚刚有提到说 你还是要有这种朋友 就是可以促进你工作跟生活 比较平衡的人 所以你们会一起去参加音乐会 一起去运动 一起去比如看艺术的展览 甚至你们有共同的信仰 一起去上教会也好 一起去某个佛寺也好 去离残也好 就是你要共同的兴趣的朋友 一起去比如说打桥牌 有共同的兴趣 这样的朋友你也是要有 以上就是六种成功人士 必须要都要有的一些人脉网络 如果你六种都具备 你其实也是一个比较健全的 不管是在你的绩效上 在你的职务上 或者在你的私生活 或者在你的心灵 你当然遇到挫折 你需要被鼓舞的时候 你都有这样的朋友 可以帮你的忙 那会让你的各方面呢 更健全 也更可以有效率的发展 以上的是六种 你必须要友好的对象 但是你怎么跟这些人产生连结呢 到底有什么方法呢 所以呢 这篇文章也介绍了可以四个步骤 可以让你建立这个人脉的连结 第一个步骤 你一定凡事先分析嘛 所以你要先分析你的人脉 所以这篇文章就提到说 现在此刻你就拿出一张纸跟笔 来写写看 到底你现在身边的人呢 哪些人算你的人脉 你把名字写下来 哪些人被你认为是人脉 然后你要问自己三个问题 这些人被你写下来这些人 他是在属于你的团队 是属于你的部门 是属于同公司 还是公司外面的人 那么第二个你要回答说 跟这些人互动到底有什么好处 有什么正面的影响 那么第三个很重要的就是说 你跟他们的互动的结果 对你而言是不是具备激励的效果 那那个作者Rob Cross认为说 这个激励这件事情很重要 是可以让人展现最好的一面 那么这些激励者 也就是可以激励你的人 其实上不一定就是很外向的人 也不一定是你的主管 你的领导人 他基本上就是说 从事会从比较正面思考 在困境中看到机会 那可以帮助你 如果你很挫折的时候 可以帮助你转练 那这个对你是有帮助是很大 所以这种你是很需要的 那么当然呢 这边也很强调就是说 常常的很多人在人际关系里头 可能90%的焦虑 都是有5%的人造成 就是你是不是有过这个经验 我自己也有嘛 就是总是有一两个同事 每天给你惹麻烦 每天呢 就是在耳朵边念念念 碎碎念 或者是很负能量 就你说越跟他在一起 你就越焦虑 然后你就越心情不好 是不是你身边有这样的人 那你有可能就要跟这些 这样的人远离 远离总是让你焦虑的人 事实上你要想一想看 你到底跟他维持一个关系 是对你有什么正面帮助 如果没有你就远离他嘛 那么在这个垢面呢 第一个步骤就是分析 你现有的人脉网络里头 大概都是什么人 他作者有举一个例子呢 叫Joe是一个在投资银行上班 被认为是未来的潜力人才 他在做自己的人脉分析的时候 他就发现说 他有24个核心的好友 但这24个呢 大部分都是他同一个部门的同事 彼此是依赖的 扣掉这个同一个部门的人呢 其他的核心人脉只剩下五个人 是属于非他同一个部门的人 所以他这样就等于是说 人脉的太单一了 太同温层了 所以他就会需要扩大 他的人脉网络 往别的部门 或者是外面的人去交往 所以这是一个分析 你先把你的 现有的人脉做分析 然后才去了解说 问题可能是出在哪里 然后再想办法去改善 这是一个例子 那么第二个例子 也就是延续第一个 你做完分析 我刚刚那个讲 那个Joe的例子也就是这样 就是你做完分析之后 你就要做一些决定 你要决定哪些人 你要远离他 哪些人你可能要增加的 所以比如说你刚刚Joe的例子 他必须要去扩展人脉圈 所以他这边也举了另外一个例子 是在一家消费品公司的研究部门的主管 叫Paul 这个人他画出来他的核心的人脉圈有70个人 那这真的是太多 第一个问题就发现说 太多人跟他这个交错 耗惠他太多的时间 那为什么他有这么多人呢 就是他是一个很不错的主管 所以大家都很依赖他 他的同事要跟他讲话 他的部署要跟他讲话 他的长官要跟他讲话 所以他这一个画出来的不是人太少 而是人太多 所以他就要去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那他就是想办法找开始找一些人 可以替代他原来的工作 所以他开始授权 然后不再是来者不拒 他必须要做某一些的处理 那他才有办法有空间 再去放更多的其他 跟他未来发展比较相关的人脉 那么第三个关键的步骤 就是多元化 多元化你的人脉 就是你六大友好的对象 一开头讲 那六大友好的对象 你都要看看你有没有 如果没有的话你就要补 或者是哪一个区块比较弱 你就可能要补上那个区块 那这一篇文章也提供一个练习 就是邀请各位听众 把一张纸拿出来 然后写下说 你或许可以许下说 你明年希望达成哪些目标 比如说你的销售要成长20% 或者是说你的获利要成长多少 等等就是把你的业务目标写下来 然后再写上另外一边就写上说 谁可以帮助你达到这个业务目标 或者是你的其他的目标 不管你的目标是什么 就是一个是你的目标 一个是说谁可以达到你这一个目标 把它写下来 那这个时候你就去核对 就是你为了达成你的目标 谁可以帮你的忙 如果你现有的都没有人 可以出现在这个互动的关系里的话 你就必须要想办法去找到这个人 那你如果现在都没有认识任何人 也没有关系 你就想谁是最接近 这一个你目标的人脉 所以总之就是你只要找到一个线索 你从这个线索开始 你就可以往那个搭建 这个新的人脉的路去走 以上就是打造多元人脉的四个步骤 第一就检视你的人脉网络思考 可以从他们身上得到什么帮助 第二就是一定要回避对你有负面影响 或者是过度消耗你经历的人 就是说我们如果是太多负能量 每天只会抱怨抱怨抱怨 其实别人就可能把你当作给他很多困扰 浪费他很多经历的人 所以我们一直都很鼓励是正能量的人 一个可以乐观的人 一个可以给别人快乐跟舒服的人 这是蛮重要 不然你有可能也会被人家delete掉的清单之一 所以一定我们不想要跟给负能量人在一起 我们也要避免成为一个很负能量的人 那么第三就是要把人脉放在对的位置 第四就是要善用你的人脉 可以达到他最大的效益 那当然也要切记 我们不要老是想着利用人 我们要想着我们可以怎么利他 一定是从这个有来有往互助的精神去 所以要非听我们昨天的内容 前天的内容 再听今天你才比较有一个完整的架构 所以我们不是把所有的好朋友都当作这个利益交换的对象不是 而是说我们可以比较有效率的来分析我们现有的人脉网络 然后让他立即也可以立他 然后变成一个很好的人脉的平台 那么以上是今天的主要的内容的分享 明天的哈佛人物面对面 我们邀请了这个维鹤餐饮集团的总经理 吴嘉德先生总经理来跟我们做分享 那他也是在人脉学方面非常有体会 也写了好几本书在分享 所以欢迎各位明天再回到我们的哈佛 这个请听哈佛管理学的哈佛人物面对面单元 可以有更多的收获跟分享 那最后感谢你的收听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Podcast 请你现在就订阅 并且到我们的说明栏 点击成为我们哈佛的听众 你会收到第一手的资讯 感谢你的收听 我们明天再相会 从团队到个人 管理的大小时都是HBR的事 现在就上吹波w.hbrtawan.com 订阅数位版首月只要60元 让你无限畅读所有文章 向国际大师学习 现在就开始